今年求平安 宗教团体特别举办一场大型的祈福法会 连续四年都吸引大批信众参加 今年特别邀请来自苗栗县卓兰中学的舞龙队 带来震撼的表演 蝴蝶在茂密的荷花中翩翩起舞 两条龙旗交错摆动 在磅礴的音乐下大力挥舞 扬秘海外的卓兰中学舞龙队 特地北上带来精彩表演 有法师亲自授旗为团队祈福 周末在中正纪念堂举办大型法会 手中拿着哈达敬献 再又连身活佛披在信众的肩上 现场将近有五万名信众排队绕行佛塔 希望今年能够转动好运 能够很诚心诚意的绕这个塔 个人绕塔 能够解除个人的身体的所有的毛病 跟它的这个消除它本身的业障 我们台湾一个塔 然后在西藏一个塔 在尼佛尔一个塔 然后在四川有两个塔 就只有这样子五个塔而已 全世界第五座佛塔 连续三天开放让信众绕行 年生活佛亲自提下隆天护佑四个字 期盼台湾在新的一年风调雨顺 台湾新闻 许慧英 吴思瑶台北报导